有些重症的肺病好像肺气肿一样 肺纤维法、COPD、还有酵喘等 这些都是现代医学认为不治之症 无药能够治疗所有的病 只要将自己的肺清理干净 病自然会一个接一个地传语 肺干净了、肺活量增加、肺功能增强 身轻而不疲劳 面色光亮 爬山也不气喘 今后不会再有感冒 出现这四种变化之后 首位在后部的扁图体就会恢复健康 扁图体恢复健康之后 鼻炎、酵喘就会消失 这个时候剩下就是防止复发 要不复发就要先防感冒 感冒总是会招离鼻炎和烤喘 可惜的是 世界上是没有预防和治疗感冒的药 但扁图体恢复健康就能够好好地抵御感冒 风热感冒绝不会再有 只会有39度至40度的一般感冒 但很快就会传逾 不会再有长达一星期的感冒发烧 只要一两天就会痊愈 但由此鼻炎和烤喘也不会再复发 西医所知道的是这个病的病患者 5年的生存率是33% 另外一种病废签为化 一般认为两年之内就会死亡 但今天我要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COPD的患者5年的生存率在90%以上 而肺纤维化的患者 两年之内也不会死亡 肺清理干净的话 只要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能够阻止病情恶化 而清肺就大约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过后肺细胞就能够神奇地复活 肢气管细胞也能够复活 当然是一点一点慢慢的 大体上 连续接受检查拍照六个月 这些通过 照肺就能够观察得到 真是好转 这是一个奇迹 生命的奇迹 COPD肺纤维化 已经不再是不自知症 我在2017年 我就发现自己肺有问题 后来看医生 说我是肺纤维化 当时就是呼吸困难 不停地咳 咳瘦的声音很沉重 令人听到都觉得害怕 全身无力 说话都不想说 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扁腔丸 服用了两瓶之后 就将西药全部扔掉了 直到现在都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服用扁腔丸之后 我感冒都少了 有时候感冒一两天就好 而且我有十几年的花粉症 两季的花粉症 春季和秋季 但是吃了扁腔丸一年半之后 症状都没了 现在感觉多好 比以前好很多 好像走简单的楼梯都没问题 以前连上都不敢上 现在我像正常人一样 出去旅行什么都没问题 因为我服用的时间很短 刚才院长说 你的呼吸还是有点困 那些都是属于排毒 所以我对他的信心还是很大